所以现在朱立伦几乎他都下乡 对于国民党的事务 他处理的越来越好顺势 就是说他只有下乡 才能够得到温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出招了 这一次的出招跟过去显然有不太一样 过去对于所谓参选党主席 朱立伦是很有自信 现在他决心参选 他也改变了策略 他的策略是一个结盟两个基准点 所谓的一个结盟 就是他跟韩国瑜之间 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结盟态势 他为什么要跟韩国瑜结盟 第一个唯有跟韩国瑜结盟 才能够抵消张亚洲党外 四其团体的挑战 因为不管张亚洲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也好 毕竟他们的票源是跟韩国瑜重叠 而韩国瑜的票源是高于张亚洲本人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至少有韩国瑜的支持的话 他可以主党 主党外界 或者是党内同志对于他的质疑 那第三个 跟韩国瑜结盟以后 对于2026的选举 他也吃了一颗定心丸 所以他决心放下身段 要与韩国瑜结盟 没有韩国瑜的支持的话 大概他要参选前途多尖 这是一个 那两个基准点 就是他也跟党团 尤其是傅昆齐 国民党的党团 也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结盟 也唯有如此 才能够得到党团的支持 所谓党团的支持 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的所谓的立委们 都是地方的大双脚 如果有傅昆齐等 他们的支持的话 那朱立伦也无惧于 党内外的挑战 这是第二个 还有一个就是蒋万安 至少蒋万安也好 至少张善政也好 在现阶段是支持朱立伦 继续参选 当然另外两个 卢秀燕也好 还有包含侯友宜也好 我们先说卢秀燕 我一再说 卢秀燕未必会参选当主席 那至于侯友宜 他的参选如果没有得到 韩国瑜的支持的话 他的参选在实力上 毕竟就矮了半截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种参选的局势 朱立伦也慢慢的明朗化 虽然他可以做到 2025年的10月 但是极有可能在明年的5月 就按照过去国民党的党商的规定 什么时候登记 什么时候选完 大概什么时候就认 就回到过去的制度 所以我们现在看 朱立伦他为什么辛苦的下乡 我曾经在视频上面 非常不客气的告诉朱立伦 你把南京行动 动起来的以后 你不能天天关在冷气房 所以现在朱立伦几乎他都下乡 对于国民党的事务 他处理的越来越好顺手 就是说他只有下乡 才能够得到温暖 除了温暖以外 他才能够走双 双是双脚的双 所以我们现在看 朱立伦似乎跟过去是不太一样 在五项法案之前 各位看看朱立伦的软啪啪 那现在面对民进党 一波一波的挑战的时候 朱立伦活过来了 朱立伦为什么活过来 因为他知道 党内的资深党员 对朱立伦的作为 有很多很多的部分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的话 朱立伦根本选不上 尤其是强敌环市的情况之下 很多国民党的认为 他说国民党需要的是战将 而不是软啪啪啪的党主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朱立伦他也发现了他的问题 过去他虽然对韩有诸多的不满 但是现在对于韩 他是必功必尽 至于傅坤奇有几次是直冲中央党部要朱立伦背书 搞得两个非常的不愉快 那现在呢也开始虚寒问卵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当外界传某人要选党主席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傅坤奇也好 韩国瑜也好 就是第一时间全部否认 说他支持谁 支持谁 第一时间他们马上发新闻稿否认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朱立伦决心参选 大概大局已定 找一个结盟 两个基准点 至少在韩国瑜傅坤奇 讲万安张善政等人的支持下 想要挑战朱立伦 各位就可以看看 他背靠的是什么人 感谢观看